今天是2022年1月13日 这个雪莲果 叶子已经干了 叶子已经干了就准备把它挖出来 看一看种了一年的三颗雪莲果 有多少果实 你看每次我做什么事情 这几只鸭子都在我身边 这就是雪莲果 好多只哦 这是挖爆开的 没想到今年这么多 你看这么大一颗一颗的 比番薯还长得旺 这么大一颗一颗的 待会儿洗了再看 你看这上面好多 有这根上面 这还有这么大 怎么扒出来了 这么大一颗 这段时间雨水比较多 哇 好大一颗 哇 哇 还有 好多 一颗里面居然长这么多 真是多 还有一颗再继续挖 你看这么多 这根上面都是雪莲果 你看 把它扯出来了以后 你看这雪莲果多大 把它搬下来 看来种的地下长得好 这一颗 这一颗雪莲果 你看 哇 这个 这个是刚刚剪了的叶子 然后这就是它的根柳 切了好多雪莲果 你看一般这么大一颗就下来了 这就是一颗 这就是一颗 好大哦 我搬不动 好多 哎呀 这边好多 好大一颗 把它洗一下 看一看 三颗 三颗 三颗有几十磅吧 哎呀 哇 这下面这颗好大 这一颗小的 哇 这一颗才大啊 搬不动 待会儿 好了 洗了再说 丰收了雪莲果三颗 还蛮不错的 很甜 很好吃 这还没有 好大一颗 还没有拔下来 慢慢整理 明年再种 这些都是雪莲果的根 根 然后又可以种 今年会种的更多了 很多根 你看 这么多根 继续又种吧 像这种 这种就是 看这个地方就可以发芽 这个地方 很漂亮 很多 为年底做准备 鸭子你们又来了 已经没有蚯蚓了 好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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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了